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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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队 欢迎收看订队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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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队 今天呢 8123 各位 你在做什么 那你跟着那些人 能够发这样子的口讯给你吗 不行 对不对 所以今天从开盘开始 你就不知道这盘该怎么做 哎呦 开不高 哎呦 又撒下去 撒过平盘 啊 完了 今天盘不能做 不敢去做多 或者做多 赚一点点跑掉了 哇 后面涨一大堆 啊 各位 你不要那么悲情 我告诉你 我说真的 对不对 我说各位啊 做什么东西 不外乎就是一个方法而已 各位 其实还没完呢 后来 后来 后来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 看这里 快点 后来啊 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那时候时间呢 在差不多将近十点钟以后 指数 各位啊 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穿破了 8175对那个压力 各位啊 穿破压力之后 那各位 我问你嘛 所以各位啊 当它在穿破压力之后 我又去呢 听你会员说 注意哦 压力边支撑哦 那盘强哦 各位 就是在十点钟的时候 你看 这会儿又跟你讲的东西 指数啊 突破了强势预判 压力8175 所以反过来哦 支撑哦 反而就要看8175咯 各位 你过去你学习处分析 你知道哈 当压力被突破的时候 压力变什么 会变支撑 那各位 看懂了吗 就是为什么 后面在十点钟以后 看到没有 就在这个地方啊 来回短线震动一下 那个低点 就是给你回去 压一压8175 各位哦 整个今天关键的一大坡 就在指数突破那个8175之后 从这里看 一大坡就在那边涨上去 各位 你看懂了吗 在这个地方 所以各位哦 你看到没有 每一天那个关键点位 各位 多么多么多么的重要啊 多么的重要 各位 做齐活对不对 每一天你梦寐以求的就是知道 希望说知道 当天的高低点在什么地方 就在那边而已 想吃预判 好 而且各位重点是 今天这个盘 开盘时候来回震荡 为什么后面大涨 第二个关键 在大户 在大户做多了 对不对 那各位你自己看呢 今天也是标准的嘛 各位你看哦 到不来我们一起看啊 今天呢 当指数在前面那半个多小时 在区间来回震荡的时候 到不来我们下面一起照 看到没有 当时其实大户 多空力道有测出来 当时大户在做小空 这是为什么开盘以后 对不对 而且各位今天开第一盘哦 大户不是做多是做空 这是为什么今天开盘 谈不高的原因在那个地方 他不是像昨天 我一开盘以后 动物直接做多动物 就给你往上掌 不是这样子啊 可以看到了吗 但是重点是 当后面啊 指数打回到8123之后 再给你往上去 看到没有 就在这个地方开始 大户啊 的力道 从空 变成去做多 而且各位看到没有 不但做多 而且看一下 从这边开始 那个做的力道 又开始穿过白色那个虚线 各位今天一大波 为什么能够长成这个样子 因为今天大户啊 后面不但做多 而且看到没有 每一根的力道都远远穿过 那个白色那个虚线 所以各位 大涨在这个地方 指数突破那个8175 那个压力啊 再给你大涨一波 通通在这个地方 各位啊 齐活要做得好 真的是有方法的 尤其各位啊 如果说你自认为你是个高手 你自认为你对齐活的操作 你有sense的话 问题是各位 问题是 你有向魏国庆强势于判 这么强的指标吗 我讲这个强制 我可以大声讲 因为这是理所当然 因为你的胆功能 就是算不出来这些东西 不是吗 我说各位好不好 是比较出来的 是比较出来的 所以各位啊 今天这个盘 如果从开盘开始 你看这个盘不强 你觉得这盘 长没有希望的话 那各位来 你看今天这盘对不对 说来说去 不外乎又是这个东西啊 来各位 其我想做得好 对不对 想想维会现在sop吧 今天大户在做什么东西 不管昨天晚上 欧美股市大涨 可是重点是哦 今天在一开盘的时候哦 其实大户指标测出来 是在做小空哦 这是为什么开盘 对不对 涨不动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哦 可是后来 问题是过了差不多9点半以后 大户多空力道已经测出来 大户开始由空翻多 而且它一翻多之后哦 那个力道远远穿过 那个白色那个虚线 所以各位 今天盘对不对 又是变成一个做多的趋势盘 所以各位 这是为什么后面 一拉对不对 一拉又是100多点上去 原因在这个地方 不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好了 还没完 那各位继续看来 各位 今天箭头哪里跟大户同向 我先跳过去 但各位重点看没有 又来各位 全场对不对 独一无二的强势预判 各位 今天的第一点 8123 各位 8123 各位一大早 为什么有过去可以 早在8点40几分的时候 就提醒各位 对不对 今天下面 要做多看哪里 看8123 因为支撑在8123 在这个地方 各位 你的软体算得出来 今天地点在8123 没有啊 所以你今天 你不知道该做多 好了各位 反正一句话 对不对 你想要做得好 我再讲一次 各位请你每一天对不对 好好地遵循这个东西吧 好 大货力道 讲完了哈 强势预判 讲完了哈 那各位回归到 那今天的操作 各位今天其实开盘以后啊 有意思 开盘以后各位 本来哈 大货在做小空 对不对 但重点是今天各位啊 强势当中的箭头 其实啊 在8148 在这个地方 其实已经犯多了 各位虽然说 当时大货在做小空哦 但重点是 这多单可不可以做 当然要做 为什么要做 原因很简单 大货军图不要动哦 就是因为各位 因为对不对 既然知道说 今天的下挡支撑 是在8123 既然知道说 支撑在8123 好啊 就算见到在8148 就算当时 在做小空 要不要怕 不用怕 因为对不对 我知道说往下去 第一点 那个对 那个支撑在8123 所以各位啊 8148照做 没有问题 但各位 重点是说老师说 可是问题是 当时大货在做小空 不同项不同项 怎么办 就算不同项 建筑出来 你还不敢做 可是各位问题是 那在这个地方呢 当大货 多空地道指标 已经撤出来 大货开始由空 翻多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在这个位置 你去做 你做的位置 跟8148也差不多 就在这个地方了 看到了吗 这边开始翻多的时候 其实当时指说 也不就在差不多 8148那个附近 所以各位 你这边做也好 这边做也好 因为这边 为什么敢做 因为只好支撑在8123 好 就算这个地方说 哎呀 不同项不敢做 那等到他同项也可以吧 箭头先翻 大货后面开始翻多 从这里开始 你去做多 位置啊 也差不多了 好啦 对 不管怎样 反正对不对 今天蹦一波就上去 哇各位 今天整个当冲 没有悬念 做一笔多单 也不要赚5点 10点就跑 对不对 一路给你包上去 我跟你讲各位 今天有一种人很可惜 你有去做多 但是拍谁 赚个5点 10点 十几点 哇跑得比谁多快 因为你看 我讲过对不对 因为今天你看 开盘开来觉得不强了 你觉得说哇有赚11点 觉得还不错 对不对 你赶快跑 跑在那里 哇蹦后面就上去 各位 如果今天有去做多 可是你只赚一点点的话 你好可惜哦 那各位 你为什么可惜 原因很简单 各位看到了吗 因为今天 对不对 当大户开始翻多以后 看到没有 刚刚讲过 那个力道 远远的超过 那个白色那个虚心 也就是各位 如果今天 你有去做多单的话 你不可 你为什么今天多单 可以 可以抱久一点 就是因为没有 既然今天大货 都在强力做多 那你做多单 你跑那么快干什么 何况各位 如果说今天 你已经跟着维国 现在箭头来操作的话 8148翻多以后 各位看到没有 后面对不对 不管涨了以后 短线有没有震荡 有没有震荡 有没有震荡 可是各位 箭头都还没有翻空 所以各位 这是 各位 各位 其实做席货 其实说真的 做席货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 当你做对了以后 对不对 要能够尽量的把它 一路去抱到底才对啊 不管你做多做空 对各位 一口把它咬到底去 这是你能够 骑货大赚的 根本的规则 在这个地方 很多人说去很可惜 有赚 赚一点点 做错赔一大堆 那你要搞什么 我问你 所以各位啊 你也知道对不对 当骑货你部位做对的时候 哇 要紧咬着他 一波给他做上去 或是一波给他做下去 各位 这才是真的做骑货之道 那今天不就是这样子吗 从8148 箭头翻多以后 刀做多 力道够强 远远穿过白色虚线 你就抱紧一点了 只要箭头不翻空 就抱啊 嘿 上去各位啊 后来啊 到了8304 在这个地方 箭头才翻空 哇 各位这波上去 已经快要160点了 各位快要160点 好了 8304翻空 大货做多 两者不同项 各位 而且重点是 因为大货做多的力道 很强很强 各位空弹真的不要做啊 尤其你是个比较稳健型的话 各位 多单跑一趟就好了 各位快要160 直直转了快160点 那各位 160点 160点 今天已经5个30点了 各位 很多人现在做起货 胃口也不大 不要说什么一天 想赚个什么50 100点 一天哇 赚个30点都觉得不错了 那各位今天一波上去 5个30点了 各位今天在这160点当中 你要随便抓个30点有难吗 我问你 各位在这边 你要随便抓个30点有难吗 就这样子 各位就这样子而已啊 你看各位 对 各位说今天今天整个指数做的好的关键 不外货对不对 又是三个东西 第一个强势预判 因为一开盘早都知道说 上面压力对不对 在什么地方支撑在什么地方 尤其是各位 当这个地方对不对 在突破8175那个压力的时候 当时对不对 就是大户做多的力道 也已经穿出来了嘛 所以指数对不对 多的力道穿过那个压力线 就给你冲一波上去 各位 关键的8123 开盘就知道说 今天低点在8123 各位你看多么的重要 大户对不对 从小空翻多 力道很大 远远穿过白色的讯线 今天是一个标准的 一个多的趋势盘 箭头8148翻多 大户后面才开始做多 但是也无妨对不对 你就做吧 到了8304 各位今天就这么一段 统统在这个地方 各位我请问你 这样操作有没有够简单 全市场上 还有没有比这个更简单 更精确的方法 请你告诉我 各位今天你的软体 带你怎么做 你为什么开盘以后 你开盘的时候 看它往下跌 你不敢去做多 因为你不知道8123 是个低点 各位因为你没有强势预判 我跟我讲 全部东西都在这个地方而已 而且各位不要说今天 那昨天 昨天那个盘也是很那个 对不对 当连续放几天价 国际股市跌得稀里滑大的时候 可昨天开地以后给你拉上去 各位昨天节目你也看 对不对 这是昨天 这是今天 好了 今天讲完了 那我们回去温习一下昨天 昨天 昨天跳空下跌以后 对不对 昨天给你讲过了 一开盘一样 大户只在做小空而已 后来很快就开始翻多 而且重点是 昨天 刚冲8005 建筑开始翻多 大户做多 又是两者同向 第一波冲了快要100点上去 到8110 后来重点是 拉回之前 后来盘冲在8090这个地方 建筑又开始翻多 大户又在做多 这笔冲率快要60点 各位昨天对不对 光是 不要说空了 各位光是 顺向的两笔多单 各位啊 这个上去超过100点 这个超过60点 啊今天呢更简单 就那么一笔 各位啊 将近150点 我讲的各位 当你方法对了以后 对不对 你今天你也是这样做 你昨天也是这样做 过去来也是这样做 重点是 未来的长长久久 每一天我也是这样做 各位 我有想要跟你讲习货 我有没有跟你变来变去 跟你跳来跳去 有没有跟你扯东扯西 乱扯一通 没有啊 各位啊 每天所讲的东西都不外 就是三个指标啊 各位 透过对不对 透过强势预判 透过大户指标 透过建筑跟大户同向 我请问你各位 还有比这个更简单更精确的吗 各位你真的好好的比较比较看吧 你还在等什么 你在犹豫什么 你自己想想看 好啦各位 对时间关系 但明天开始观念点在什么地方 我下一回再说 好我们先休息片刻 想要掌握过的投资讯息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勇成国际投顾 只好 回来 回来 我感觉 美 美 日本专利设计 316不锈钢精致 台湾公防 316不锈钢保温屏 台湾公防 316不锈钢保温屏 台湾公防 316不锈钢保温屏 坚持做最好的壶 提高代谢 达成体态管理目标 零有专利证书 及通过SGS检验合格 不含任何减重药物 重金属及西药 是安全有效的 最佳体态管理师 本档开放一盒免费体验 请立刻拨打 0800-528-999 0800-528-999 勇成国际投顾 诚信 专业 勇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蛤 买就送 是的 台湾公防周年庆 近代买316保温屏 买大 缩小 清巧好用 快来台湾公防 好理商搜哦 流湾公防周年庆 明日的直觉科技 三倍尊荣专案 实施中 计划科技定义未来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用心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欢迎欢迎大声先接来关心 今天起现货呢 头部大涨超过百点的 那我们就从旁边来观察了 今天的位置在现货是小美30而已 不过可以观察到 在期货的多单水位 今天持续加码 甚至逼进到24000多口的高水位了 加上今天又转为正价差了 因此看起来 目前这个多方趋势不变 明天的关键点位如何看待呢 再把时间交给欧老师 好啊 各位 那明天的关键点位在什么地方 昨天今天的低点 8月23你知道吗 那明天呢 我跟各位讲 透过强势预判 每一天的关键点位早都知道 你自己看 各位 今天开盘的8月23 好 后来是指数拉上去以后 对 支撑也跟着往上做移动 好 各位 到了今天收盘的时候的话 看到没有 明天开始关键的下档支撑 在这两个地方 也就是各位 明天呢 指数啊 尤其是只要这个地方不跌破的话 代表说向上的趋势就没有改变 另外 对不对 明天大货要不要继续做多 明天大货如果能够继续做多 指数能够守在支撑线之上的话 那趋势就很清楚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明天的关键点位在这个地方 要想不想预先知道 非常的重要 好 但我跟你讲 其实各位说真的 其实在这个市场上 我经常在跟投资人家讲一个观念 就是说各位 不管你过去你做股票做期货 对不对 我说各位 赚钱这种事情 千万不要盲目操作 很多人 不管你做股票也好 做期货也好 过去也来 因为你的方法不对 因为你对看盘的方式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各位 盲目的把钱输在市场上 甚至很多人把钱输了以后 都还不知道怎么样输掉 所以各位 我去每天我都提醒你各位 与其你把钱盲目输在那个市场上 像今天对不对 又不要一开盘又跑去空行 我跟你讲 懂这意思吧 所以各位 花一些钱 投资你自己各位 投资你自己才是真正的长久之道 请你去找一套 对不对 最好 最稳健的方式 各位 帮助你的操盘吧 我也只能跟你 先给你讲这个道理 好了 所以各位 这个盘 今天来会 就像主持人讲 这个盘今天开始 小幅度开始转为一个正价差 对不对 所以各位 既然转为正价差之后 那外资到底要怎么样操作 明天开始的话 其实都变得很关键 但是各位 一句老话 对各位 明天的关键点位 只要不跌破的话 大户能够持续做多的话 那趋势方向就变得很明显 如果说明天盘有震荡的话 各位 那你更需要知道 那明天的关键点位 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所以各位 好了 一句话 各位 这个盘 尤其是各位 今天是10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那各位 微微信 我又已经领先 把整个10月的大盘的规划 已经做好了 各位 假如你有兴趣想知道的话 请你一通电话过来 大概互相来接坐一下 另外 大盘明天的关键点位 在什么地方 你想预知的话 王英东电话请 确实呢 现在行情已经进入10月份了 究竟后续这个期货操作 还有个股掌握要如何趋势 请持续锁定我们的大盛先机 每天下午3点半 在这边陪你锁定看盘趋势 我们明天 同时再见 感谢你的收看 拜拜